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各位早晨 隊早晨 不知道我們今天調查團要調查什麼呢? 等一下 今天還有另一位調查員 還有另一位調查員 還有另一位? 誰? 嗨 導演 早晨 為甚麼你看到這個? 為甚麼?她今天好像很精神似的 我昨晚休息得好 因為我知道今天的任務很艱鉅 不知道今期我們要調查甚麼問題 來, 幫你拿任務卡 我看看 這麼大份? 有點重手 看看甚麼 調查團收到熱心街坊的爆料 他們對水果罐頭是否健康 是否營養存在很大的搖滑 希望我們調查完 幫忙對水果罐頭還有一次設定的大調查 其實我對這個問題的答案 都是非常急切地想得到的 導演, 不如我們立即展開調查吧 今天兩位熱心觀眾還來到現場 還有兩位熱心觀眾, 誰? 有人陪我們 Hello… 很開心, 今天我們生活調查團 請來我們英姐和平姨 不知道他們平時在生活上 對我們的水果罐頭有甚麼興趣呢? 水果是對身體好的 菠蘿、雪梨蘋果等等 很多時候買回去給村女兒吃的 我算了, 總之很喜歡吃 讓我來講… 又長又緻 其實就是這樣的 上個月我寶珠就生了一個B 寶珠… 你生了嗎? 是呀… 她有甜點嗎? 很熟悉, 寶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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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珠 你這麼遲才來的, 甚麼來的? 罐頭水果嗎? 寶珠不能吃的, 罐頭水果 有沒有防腐劑?過期了, 是不是嗎? 睜一睜眼看看 看看 沒有防腐劑寫著 兩年 就是兩年就對了 不夠營約 寶珠回家後又可以吃 是不是? 我問寶珠, 你吃過這些新鮮水果 還是吃它的罐頭水果? 當然是吃我的罐頭 可不可以兩人都吃? 水果好處多多 其所含的多種維生素和善食纖維 可以有延緩衰老、減肥、互乎的作用 大新鮮的水果不如長時間保存 因此在物質缺乏的年代 水果罐頭作為兼顧營養價值 和保存時間的產品而風味一時 隨著社會的發展 現代人對水果罐頭 又多了不少的疑慮 對此,兩位調查員 分別去到小區和超市 了解街坊對水果罐頭的看法 請問你覺得這個罐頭水果 你覺得有添加防腐劑嗎? 我覺得應該有比較多 有 有 有啊 不用,我先知水果 因為添加防腐劑 才可以保存那麼久 換來連那麼久都不會爛 肯定要防腐劑 那我想問你覺得這個罐頭水果 可不可以跟新鮮水果一樣有型? 不可能 我覺得不能 還是不能? 還是不能? 我覺得不可以 我覺得不能 不可以,為什麼? 水果還是新鮮的會影響一點 生鮮水果和罐頭水果 你中了嗎? 很厲害,是生鮮水果 那可能是新鮮水果 新鮮水果 卻是常用的助料 就讓我們馬上去聽聽 蛋糕大人小奈內內 是怎麼說的呢? 好 非常棒 很多營養 很多營養 會用到很多這種水果罐頭 聽完蛋糕大人的講解 原來水果罐頭在國內外的應用都是非常廣泛 現在就讓我們馬上了解一下水果罐頭在本地超市當中的銷售情況 這幾款的水果罐頭在我們超市的銷售是怎樣的呢? 這個罐頭在我們超市的銷售不是很厚 但是不喜歡都是吃新鮮的 我想問一下我們可以看到這幾款水果罐頭哪些是銷售比較好的呢? 這幾款,哇,挺大款的 陳希,辛苦你幫我們一招市收藥品了 不過在送檢之前 還是麻煩你先找到楚欣 總結一下這次街坊的情況吧 楚欣,你做事真的有認真,有負責 天氣這麼嚴格,跑來跑去,在這裡享受世界 是的,我的工作效率很高 打算找到幾個不同類型的人再去測過 嘗嘗,嘗嘗很棒 不要…好了…過來了… 我們要進入狀態了 我們今天來和大家戶保一下我們調查的情況 是嗎? 你看我今天在超市做的調查 大多數人都認為 水果罐頭是添加了防腐劑 而且是新鮮 所以購買意養非常低 其實我這邊的調查都差不多 是的 好 第一個問題 究竟我們的水果罐頭有沒有防腐劑呢? 彩恩 什麼? 你說你平時是貪吃 現在是貪玩 你在看什麼? 什麼?我在找防腐劑 我想問你 防腐劑你怎麼會在這裡找得到? 那怎樣? 難道防腐劑用在水裡滴入土? 你又說得有道理 不如我們上網看看有沒有可以吃的防腐劑 食用防腐劑 先看看 真的有 你看看這個 這個叫山梨酸甲的防腐劑 真的可以食用 而且它上面還標明是對人體無害的 可以迅速分解為二月的花灘和水 無潛流 別說那麼多了 馬上買了它拿去給教授試試看 看看它是否值得出 嘩 現在上網賣的真是快 我們剛剛上網賣的這個山梨酸甲的防腐劑 一下就到了 都迫不及格想去實驗它的功效 喂 不知道呢 剛剛上網就說這些防腐劑 吃了是對人體無事的 不只我們放進去給羊老師吃 這條條正 來 馬上 抬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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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 兩位調查員 我都很明白了 这样的我们有一个问题想搞懂一下 就是我们平时吃零食嘛 不都有里面一小包的那种防腐剂 对老师其实我们真的很想搞清楚 其实我们平时吃的这些食物 会不会不经意的把这些防腐剂吃进我们身体里面呢 对啊 会的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汽水啊 酱油或者说糕点中都会添加一部分 但是呢大概对这个防腐剂呢 也不用说太过担忧 比如说我们的山里酸钾 还是国际公认高效安全的防腐剂 就是说参与正常的一个代谢 然后会被氧化成二氧化碳和水 所以呢大家对山里酸钾这类的防腐剂 是不用太过担心的 嗯老师 既然你说到我们这个山里酸钾 对人体是没有伤害的 那我们就放出了 老师其实今天我们带来这些水果 里面也有添加我们这个山里酸钾 有 老师我们今天过来其实是 我们带来几个水果罐头的样品 想过来做一下小测试 好的 没问题 好 结果怎么样 结果已经出来了 好 辛苦了 辛苦了 谢谢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通过山里酸钾快速试解核 所检测的一个结果 这个呢是我们蒸馏水的一个空白对照 这个呢是你们送检的样品检测的一个现象 这个就是我们一克每千克山里酸钾溶液 它的检测结果 通过这个颜色对比我们可以看出 你们所送检的这个样品是不含有山里酸钾的 不会吧 没有防腐剂啊 对于我们的这个水果罐头里面 对于我们的这个水果罐头里面没有防腐剂 老师其实我想知道 既然我们这些水果罐头里面没有防腐剂的话 为什么它可以保存那么久甚至更长的时间呢 对 但这是根据我们罐头的一个真空 逆风 沙电三个条件 来达到一个保存的效果 真空 对 真空 是 你搞什么呀 是不是这样抽真空的 好像拔左官啊 你想证明真空原理而已嘛 对啊 我一个小实验还更加好玩啊 对啊 等我来做啊 我先证明真空原理不用拔火罐的 一个小小的浪化实验 看我来做吧 这件陈希旺调里面倒入少量的水 然后放上香氛纳绽在碟里面 然后点燃 我说陈希啊 你应该不是进行什么仪式吧 到底你想为我们展示了什么呢 哇 为什么浮起来的 哇 好神奇啊 为什么我这样的 其实你们这两个小实验都表明了真空的一个现象 其实我们自己在自制罐的过程中呢 也可以打倒真空这样一个现象 老师 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个水果罐头即使不在工厂流水线上面生产 我们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生产吗 真的吗 是的 是的 哇 好神奇 那这就要考虑一下你们的智慧了 哎呀 这个 智慧我们还是有的 我们当然有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时间要邀请对这个水果罐头超级有兴趣的这个英姐和评姐来做 基于我们的同学的实验和杨老师的分析 证实了我们在超市采购的水果罐头并不含有食品防腐剂 调查完第一时间将这个结果告知平仪和英姐 并邀请他们去到食品学院进行制作水果罐头的比赛 从制作过程当中体验罐头去长时间保存食品的比拳 我们现在就进入了这个水果罐头制作大比拼的环节 可以见到我们所有的工具都已经是准备妥当的了 那我们做这个自制的水果罐头有三个胜利 这一次自制水果罐头的比赛规则很简单 只要在罐头制作的时间快慢 罐头保存工艺的质量和罐头的口味 三项胜利条件当中赢得两项就可以获胜了 这个有菠萝、有苹果、雪梨、有金利得、金利得、金利得分 我选择菠萝 选择菠萝 菠萝最好吃的饮碍 好 我的孙女最爱吃的了 菠萝 有毒有濕 有来的 这个天然的食物 选择酸是酸味 整体是解冻的 你真是懂得吃 准备3、2、1 开始 哇,这件平衣拆了几下刀 半个菠萝就已经不见了 而鹰姐的这一边用菜刀批雪梨皮 有一种败外露的感觉 萍姐这一边已经开始灌装菠萝 紧接着里面放...放...放... 放...盐? 幸好一会儿品尝水果罐头口味的屏位不是我 到底萍姨和鹰姐的水果罐头最终哪位获胜呢? 另外,水果罐头的营养价值究竟可不可以比较新鲜水果 广告回来,除了为你揭曉答案之外 还会有更生动的方式为你介绍罐头的起源 水果罐头大逆集,真相调查竟然含防护剂? 萍姨和鹰姐比较自制水果罐头,架势十足,笑料百出 究竟他们所制作的水果罐头可不可以兼顾保存时间和水果的口味呢? 马上继续,生活调查团 好了,翻满到自制的罐头比较完整 只见萍姨将罐装好的水果罐头放入热水煲那里加烟 落后的鹰姐就快把纯正水灌入瓶那里 正当萍姨拿出罐头的同时,鹰姐就扭上盖子 想先完成罐头制作 好了,我们萍姨和鹰姐的自制水果罐头就完成了 刚刚做完的时候,鹰姐在时间上面快一点 比萍姨大了一点 所以我们鹰姐是领事一份的 不知道后面的味道呢?或者它的保存质量如何呢? 有请我们的杨茂先生出来 好,有请 你好,你好,你好 好,现在先由杨老师来评判一下这两个自制水果罐头 它的保存质量到底如何呢? 对于我们罐头水果来说 最重要的一个公务就是灭菌的过程 使里面的微生物消除掉 对于我们这个水果罐头 因为它没有灭菌 它至多能保存三天时间 那对于我们这个菠萝罐头来说 它至少能保存三个月以上 好,那跟我们这个水果罐头的保存质量上面看 所以我们平衣是万快一分的 恭喜 多谢,多谢,多谢老师 多谢,多谢,多谢 等待还有一个平衡的自制水果 可以最快回来 哇,一比一,赛事真的很紧张 虽然英姐首先完成水果罐头制作 获得一分 但是英姐凭借着完成制作罐头 最关键的一部 加烟灭菌 以保值期终足三个月这么久的菠萝罐头 领先英姐只有保值期三天的蒜泥罐头 获得罐头制作工艺的这个胜利条件 立法一分 好了,血胜负的时候到了 到底哪个罐头更加法杨老师的口味呢 到我们第三部分 就是我们这个水果罐头的味道 就有请我们杨老师来品尝一下 好不好 好 我们可以看见杨老师的表情好像不太好 我们立刻来品尝一下 这是我们品姐的自制的这个菠萝水果罐头 好,有请杨老师 就没东西油了 非常能吃 这个为什么是咸的呢 这个,品姐她说她在制作的时候 她想放一点盐进去 把它的甜味调出来 要让它更加好吃 对我们通常来说 我们的罐头 它要求的是酸甜可口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咸的话 我们一般大众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好了,下面就到 英姐的雪梨自制水果罐头了 好,现在有请杨老师品尝一下 这个很适合现在这个天气使用 对 它切得有点大 比较难拿出来 这个关头很好吃 真健康 嗯 好,看来我们这一关 似乎 这个英姐的性选是更加大 嗯 那么杨老师 那这两个水果罐头 不知道哪一个最终的过程呢 好,口袋来说 我觉得这个水果罐头 三样是比较好吃的 恭喜英姐 但是你们制作的水果罐头 我就不太感谢了 今天呢 我们就是等我们的食品学院的同学们 亲身示范一下 制作水果罐头的正确过程 首先,要将我们需要罐装水果的气柄 切体洗净和加热消灯 第二步,将剝皮製的水果 切成大小均一 放入玻璃气柄 第三步,用调配好的糖水 装罐的时候 平口留一点空隙 并且放上瓶盖 但就暂时不拎实它 第四步,加热排气 是制作罐头的最重要的过程 将罐头放入开水壶 加热10分钟 然后拎实锅 这样水果罐头就制作完成了 但街坊所担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 水果罐头的营养和新鲜水果对比 又是怎样呢? 调查员马上去到中科院找来毅老师 毅老师,你好 是,我们来探尾吧 两位主持人这么客气 拿水出来探尾 毅老师,其实这三个是用来做测试的 不过呢,我们考前去买 再多些,再来给你请安 不用客气了 这些东西我无福消瘦 咦? 怎么这次老师似乎不同了? 对啊,不知他 这么小气 你们不知的 刚刚食品学院的杨老师打电话来 叫我一如你们 说你们交他吃黄腹剂 我个杨老师真是这么快匆匆 报信到你这里,真是的 真是的 好了,言归正传 你们想点些什么? 是这样的 我只是想点一下这些新鲜生果 和这些罐头的水果 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 哦,那好吧 交给我们来取养吧 好,我马上来 谢谢,有事 谢谢 谢谢 我们现在这个试验结果 我们得出你们送过来的灌口水果 和新鲜的水果 和你们维生导师的含量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个罐头水果的营养成分 其实不如是新鲜的水果 真的 看来这个水果罐头不单是没有防护膝 而且它的营养价值也有保障 是的,那现在终于解开了英姊和平坚的移华 没错,其实也是解开了很多街坊 一直来对于水果罐头的误解 但是为什么水果罐头里面的水果 会比新鲜水果的营养价值更高的呢? 这层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我认识一个营养学家 你们去问问他吧 我们很容易就买到各地运来的所谓的一个新鲜水果 看起来新鲜 但是营养素却在不断的流失 因为任何这个蔬果在采摘之后呢 它仍然在继续呼吸 那一些营养素就不断的下降 而水果罐头呢 高温处理呢 还会停止减缓这个营养损失的化学反应 保持食物的鲜度和营养 哇 想不到我们的水果本口的营养价值都挺多 是的,其实我们平时吃那些花朵 新鲜水果 它从站到来到冲我们面前的这个路程这么长 那些营养都会流失的 嗯,为了吃这个新鲜水果呢 所以我决定这个假期首先去美国吃这个新奇事 在这个新西南吃一个奇果再飞到这个新加坡 那整个东西水果都不错 好了,都没收工的 整天怪奇多街市 好了,好了 我呢,就帮你们检测过了 那个,它的罐头呢 那个营养价值呢 都有这么多的 那我现在呢 就想问你一个问题 问题是吗 嗯 其实我们生活调查团 一向都是可以解答市民的疑虑的 那你们听清楚了 问题就是 水果罐头是哪一个国家分明的呢 哦,这个问题是吗 那就要留意我们生活调查团 109年,拿破仑的士兵冬精的时候 因为吃不到新鲜的蔬菜、水果等食品 而缺乏营养 有些还幻想了严重威胁生命的怀血症 那怎么算呢 法国拿破仑政府用了12000法罗的巨额奖金 征求一种长期储存食品的方法 很多人为了得奖都投入到研究活动 其中经营物质食品的法国人阿贝尔 用全部精力进行不断的研究和实践 终于找到一个好方法 就将食品装入闊口的玻璃瓶 用默塞塞着瓶口 放入蒸锅里加热 再将默塞塞 并砌用纳尾封口 这样最早的罐头就出现了 阿贝尔得到了法国政府的奖励 也得到了海源门的热烈欢迎 好,那在节目的最后 就送上购买这个水果罐头的小贴士 那我们购买的时候 我们首先观察我们里面的水果的形状 是非常完整的 而且我们观察我们的糖水 是没有混濁 而且是没有耳物的 我们打开了它 我们可以闻一下它里面的气味 而且可以观察我们水果的状态 和它的色泽 没错,其实质量好的水果罐头 它里面的这些果肉 应该是和它原有的这个形态 是相差无几的 无论是它的形状 大小方面都应该和原先是差不多的 而且我们可以观察它的果肉 应该是完整不松散的 除此之外 我们的果肉的颜色 是绝对不可以发生酷点的 连这个糖水的颜色 都是以这个清亮透明为主 那本期节目又差不多结束了 那如果你在生活上 遇到好像 平衣和婴姐的困惑的话呢 就一定要掃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搜索我们生活调查团的微信公众 好了 你将这些困惑告诉我们 我们将会和你进行调查 而且有机会赢取奖品 是的,我们这一期有奖问答的问题就是 请问水果罐头的发明人是哪个国家的呢 如果知道答案的观众 请在我们生活调查团的微博或者微信上留言 没错,我们是会挑选出十位的幸运观众 送上我们的正美礼品 是的,生活调查团下期同样精彩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